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 好久没给大家做孙权主公的录像了 孙权主公三将出来以后确实对孙权主公的冲击比较大 但是也不仅仅是对孙权主公的冲击比较大 其实三将很多武将基本上都是为反贼量身定做的 对主公各个主公的冲击都是非常大的 孙权这个主公到底能不能玩 我个人认为肯定是能玩的 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你会玩能玩好孙权 孙权这个主公肯定不是说什么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全都是倍速推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自己的孙权到底玩如何 玩的有没有问题 其实我经常在说 这个孙权当主公玩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 他是要求你对场上瞬息外面的局势 有随时有特别清晰的把握 然后你要对排队结构 还有场上武将的各个输出情况 血线情况有非常清晰的掌握 都在心里特别有谱 你才能玩好这个主公 这个主公真是非常难玩的 我经常看到很多人用孙权 自己根本就根本就用的漏洞百出 然后 然后就在海仔那说孙权怎么不行 其实现在主公胜率都比较 比较难看 但是现在我们玩的话 其实进卡的话 然后进掉淘宗和元术的话 那个主中胜率还是还是可以的 我们玩主中胜率至少三四成没有什么问题 三成多没什么问题 而且这个孙权主公我们赢的也挺多的 至于你说很多很多就是那个路人局 或者什么忠诚你选的特别坑 这个肯定没法打 其实你中神选的坑 不管是孙权主什么主都没法打 其实可能大家也都是 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错觉 觉得因为孙权这个主公确实出的时间太长太长了 然后你在无论是路人局群内军 你见的也太多太多了 而任何一个主公 他如果出现的次数特别特别多以后 你的感觉一定是这个主公输的多 因为本来主中方的胜率就低 对不对 这就肯定是肯定是直观上的感觉是孙权主老被推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这很正常 因为孙权主公出现的情况是太多太多了 而孙权主公又其中 这里边又不把很多很多不会玩孙权主公的 那孙权主公你说 他和曹皮主公哪个难玩 那明显孙权主公比曹皮主公难玩的多 曹皮主公 曹皮主公只要 就是怎么翻人 有一个高手给你讲 讲一讲 你自己实战两下 你知道怎么翻人 就基本就可以了 而孙权的话 可不是那么简单 就算有高手告诉你怎么玩 你自己不玩个几个月 半年 一年半载的 你孙权主公 真的是很难玩好 其实孙权主公在现在当前的情况下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 你起手的打法 就是猥琐 就是像我以前也做过孙权专辑 就是要做好防守 还猥琐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看好小上武将的情况 要先手打击反雷 一个要先手压制反雷 把反雷压制住 配合忠臣 把反雷先手压制住 这样的话 你才能就是取得胜利 而且还能就是摆脱内间的控制 孙权这个主公 其实就是 他是后期是有摆脱内间控制的能力的 总之呢 三将的话 对主公方冲击真的挺大的 但是 我还是 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句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游戏啊 就是游戏环境不同啊 很多东西可能说起来真的是不太一样 你说 你去自由场玩 或者中级场玩 或者高速场玩 或者自尊场玩 这完全很多东西真的是 不是一回事的 就看你自己选择什么样的环境 你说要去打路人局 我经常也说打路人局 我跟小伙伴说你可以选选邓爱主 中会主什么的 很容易 很容易有 一就是路人他反对思想不统一 第二 内间不会玩 内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压这些主公 而这些常备主可能 对于内间的话 他也他 尤其是孙权主 内间的话他知道该怎么打了 而在好一点的游戏环境下 孙权主公是绝对能玩的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啊 而且一点都不弱 不能说 现在不能说孙权一定排第一 但是肯定排前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反正大家自己选择自己的游戏环境 自己选择能和自己玩到一起的小伙伴 这个这个我个人觉得现在我越玩这个游戏越觉得这个是游戏的真谛啊 你没必要去找寻自己玩得不愉快的游戏环境 或者是大家根本玩不到一起的小伙伴非要凑到一起去玩 这样这样有啥意思呢 对不对 嗯 最后大家还得还得还得吵来吵去的 这样也没啥没啥意义 嗯 所以呢有些东西也没必要挣 嗯 嗯 我我讲的很多东西就是都基于就是场上八个人大家武将都开的差不多 然后都认真在玩这个游戏啊 都对这个游戏有一定理解了 你非要说去打路人欺负欺负路人什么什么选些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 哎我打路人我也会选些东西 嗯去欺负欺负路人 但是这种东西我是觉得上不了台面 没必没必要拿出来讲讲讲有没啥意义对不对 大家要讲的话肯定是可能相对来说更更需要讲一个 嗯 比较公开比较呃 比较纯净就是 质量比较高的游戏环境这样的话可能讨论些东西才有实际意义对不对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大家自己理解吧 嗯 嗯 有些东西我是现在还争论的也烦了没什么可争论的你说 你你说你打啊 路人居你你你说你你打这个 路人居其实还分很多种了啊 呃 路人居 有有有有一种是你纯快速加入 就是你也不管里面是啥人什么逃跑逃跑很多的或啥武将没开的 这这这是一种路人还有一种路人局就是你可能会剔除掉一部分逃跑率比较高的是逃跑率比较高胜率比较低的路人局 那还有一部分路人就是可能说场上玩家都是武将开的比较多呃然后等级也比较高胜率什么的也都比较高但是只不过是你们互相不认识 这又是一种路人这这三种路人又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对不对 呃所以说就是大家跟你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的游戏环境就可以了呃我个人是肯定喜欢呃找一些就是大家能玩到一起的小伙伴比较玩比较好 啊打路人肯定是赢了多但是但是我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没啥意思 啊可能今天说的比较多啊啊就是就是突然想说到想到这些了就跟大家啊聊一聊随便聊一聊 今天就是给大家带了两盘孙权主公的录像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主要是讲一下这个孙权主公嗯什么时候该奔放什么时候要懂得取舍 你一定要懂得取舍啊 嗯先看一盘吧 先看这盘吧这盘还是这盘是巴区他们玩的 嗯主持者是那个酱木啊他也是一个解说 这是他们巴区那个 应该是草棚群吧 嗯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场上降面啊呃现在我强调一下对于孙权主起手怎么玩一定要看降面你根据降面来决定你到底该啊防守啊还是该做出一定输出啊 有的时候可能说你看到厂商就是呃前前前面可能偏反的输出武将比较多你可能会选择防守一下 当然你会看到就是能判断出明反的如果你能有拘调他的机会配合忠臣拘调他的机会一定要拘调他啊 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七人局孙权主公的胜率和八人局孙权主公的胜率哪个高 那显然七人局比八人局孙权主公胜率肯定要高很多啊 然后咱们看一下场上降面 从场上降面这个张生华这些标格内奸我想没有人任何人有问题吧 没有任何人有意义吧这个张生华标格内奸 嗯啊张生华一标出内奸以后 咱们我咱们再看一下能找出一个反贼你能找出来吗 那一定就是灵统了 其实灵统并不是呃 其实灵统是可以做反贼和内奸的 但是由于这个张生华已经把内奸的位置锁定了站住了 我经常分析武将就是呃他的身份是你要综合全场看 就是灵统他在中间局是反贼或者内奸 但是张生华把内奸锁定了 灵统一定是反贼对不对 呃流邪貂蝉鲁素 鲁素巡优江维这个位置的江维的话 这几个武将说实话身份并不是很很明显 但是可以说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比较偏反的 就是鲁素可能在这里面是比较偏反的 相对来说偏中的可能是呃 江维流邪 然后巡游和貂蝉的话不太好说巡游和貂蝉的话就是做反做中 各50%的几率吧 在这个位置 而且都是做反贼中非常好 嗯 这是鲁素比较偏反吧 456号位 大概可以这么标一下 然后看一下孙权几手是这么打的 天开无中 看一下能来到什么手牌啊 好 有连弩 怎么办 显至于有鲁素 而且鲁素比较偏反 然后这个流邪又比较像忠诚 怎么办 把这个这个时候不要 我个人觉得也是不要防守了 把这个领土能狙掉狙掉最好 可以考虑 呃他是我看他制衡了 他把火攻制衡掉 呃 无蟹留一下也可以 留一个无蟹保命 因为毕竟是一个大点吧 无蟹这个流蟹无蟹可以啊 他留了一张连弩一张杀一张无蟹 目的就是要鞠这个领土啊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啊 就是要鞠这个领土 由于由于有鲁素的话 你也没必要说把手牌呃 就是留的满满的 留呃 留两到三张其实就是蛮好的 这时候鞠这个领土没有任何问题啊 然后看一下 看一看能不能拘掉领土啊 然后别的牌出不出去了 就就可以过了 看一下刘邪的身份啊 啊 刘邪跳反 刘邪跳反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刘邪应该把牌给领土比较好啊 就是如果你肯定要盲贼嘛 就像我说的领土是 因为张志华那间领土肯定反对 呃 咱们看看他当时给的谁吧 他当时选择给了鲁素啊 鲁素我也说过四五六号位是非常非常偏反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给领土比较稳妥一点 因为领土已经分析出来是明反了 而鲁素虽然非常偏反 但是鲁素也很也有可能是忠臣啊 就是因为鲁素做忠臣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这么给的话 假如鲁素是忠臣的话 是问题很大的 当然是反贼的话 你给对了 那肯定收益很大了 我个人觉得还是给领土好一点 第一给保保一下领土 第二的话比较稳啊 那看一下吧 鲁素出了一个大k啊 那鲁素基本上是一个反贼了 把一张大k的南蛮入侵拼掉了 不然的话他是忠臣的话 他那张南蛮入侵不应该出啊 这个交谈跳终了 由于放南蛮的时候 灵统没有出杀 所以放心的离间灵统给这个内奸 可能是看到这个反贼要崩 就救了一下 也问题不大 其实不救也行 因为毕竟鲁素还活着了嘛 然后这个群友也跳反了 然后貂山杀了一下 貂山的排序就有问题啊 他这手里是一个明朝啊 应该鲜火攻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嗯 其实貂山可以选择不避跃了 你避跃的话是肯定有可能被鲁素 就是假如 现在 现在鲁素是 鲁素刚才已经跳法 就是鲁素他是 把你肯定要撸你的手牌 他不可能撸姜维的 姜维 一路觉醒了 另外的话 呃 呃 这个刘于是姜维 所以他肯定不能撸姜维 假如说 这个武将是个别的 比如说泰斯斯 那就不要撸貂蝉了 一定要撸泰斯斯 因为马上是泰斯斯出牌了 而由于是姜维 呃 就没办法撸姜维了 嗯 你不可能让姜维觉醒了 那就把貂蝉 撸给留下 所以貂蝉刚才是不应该避跃的 我看一下鲁素吧 鲁素 把鲁素录完了以后 拆拆掉孙姜维 一样给白就过了 这个张成华杀呃 领统领统首里 刚才因为是一个饼草啊 这个鲁素就没有让 没有让领统死啊 其实的话呃 鲁素如果说你救了领统 已经这已经费了很多套救领统了 我感觉鲁素这个文竟是可以收掉领统的 不然的话肯定是被姜维收了 然后兵了一下姜维 看看他怎么打了 杀了一下姜维 嗯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开个OE 把把领统收掉比较好 不然的话你这个领统被姜维收掉麻烦很大的啊 姜维果然开给他妈 这这领统就肯定没有那么多桃了 之前多少桃呃捞的那个领统啊 刚才那个巡忧开一个OE把领统收掉比较好 你把姜维已经冰了嘛 你自己收掉领统 然后保自己的状态 巡忧就是你自己的状态 还有流血鲁素的状态 这个时候其实反的对于反费来说也是一种取舍 就巡忧鲁素流血状态都非常好 是完全有的打的 你没必要留着一个一血这么一个一血的反费 然后让终身收掉 让终身就是有续航 你这导致反对 导致反对崩盘 就非常不好啊 这时候挑衅内奸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乐了一下流血啊 嗯 刚才巡忧是真的应该他自己收掉 开OE自己收掉领统比较好啊 然后瞬间制衡掉 这个也没有问题 留了一张闪 其实可以考虑啊 无限流一下也可以吧 毕竟 毕竟可以防一下那个 防一下那个流血 你不是防防防一下那个流血身上那个乐 撸的话 那你要撸的话 你能把孙前撸给春哥 当然看看他手牌了 他如果连组都是杀 那他把姜维的和流血的撸了 那也行吧 可能我个人觉得孙前的手牌更重要一点 春哥看看春哥能不能打出什么 什么进攻了 这有一把菊花刀啊 把这个连组给他挑了 没有问题 没有杀 这个万键的话 可以考虑开了 收掉颅速 他制衡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应该是先留的万键 然后把其他的制衡掉 就是为了找一张过拆 然后把那个颅速收掉 这个制衡没有没有任何问题啊 然后的话 这个就随便打打了 他没有杀 这个时候不杀 不让流血过牌 比较对啊 然后剩下一个孙前和姜维打这个春哥流血 这个压力真的就不大了 随便打打就可以了 然后杀自己还能制衡 杀流血 这个可以后面稍微快进一点啊 这牌主要就是前期 迅速让反雷减员打出优势了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其实反雷阵容是蛮强的 嗯 嗯 这也就是我经常想到你前卫 为什么要选输出中 前卫输出中 配合上孙权 起手见率优势 嗯 其实我后卫 我也建议 建议如果说你的选拳框里 有输出中和那种什么二张啊 香香什么的 我的建议还是优先选输出 全能忠诚 而我以前提过的就是后日卫 你选二张香香这种给孙权忽达嘲讽 是在就是你选拳框没有那种特别好的输出武将的时候 再去选这些 有输出还是优先输出啊 可以 大家其实看了很多局可以看到 那现在就是这种群内异常凶残的武将将面的情况下 输出是有多重要啊 没有输出的话 很多局是赢不了的 这个将来打着打着 这就让春哥给打觉醒了 在我说废话的时候 春哥呃 江维已经不知不觉觉醒了 觉醒了 那觉醒江维配奖春泉 那后面就随便打了 这稍微快点 这个留个桃也可以吧 其实也没啥必要留桃了 把那个留鞋弄死单挑春哥也随便单挑了 这个后面快筋一下折了 春哥还在挣扎 被连络嘟嘟死了 咱们再接着看一盘 这盘是我玩的 也是前两天打的 看一下 这么慢 什么情况 还是习惯性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将院啊 嗯 这个董卓 原主位董卓肯定是忠诚 我们是进首席卡的啊 原主位的董卓是忠诚 看一下这边 谁认定间啊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董卓肯定是内奸啊 可以看一下 高顺当然也可以做内奸 但是 一般情况下 这个位置 不太会想高顺做内奸啊 然后这强强留鞋寻语和成功 肯定不是内奸 其实上来可以标出两个身份了 那我要做的就是再找出一个忠诚来 对不对 谁更像忠诚呢 在我看来 更像忠诚的就是留鞋 成功和寻语 这三个里忠诚应该是在这三个里选择 首先前置位就是这个原主位 而且还比较靠前的香香当忠诚 真的不是很好啊 然后这个这个原主位高顺满向反贼的 当然这两个是可以做忠诚 就是 从这些武将综合来分析的话 这两个是满天反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三个如果让我选忠诚 一定要是寻语成功留鞋力 再选出最后一个忠诚 好看一下吧 骑手的手牌的话 这个过拆可以拆一下 可以考虑拆一下高顺或者香香 其他的牌 桃子可以留一下 由于可以看一下场上见面 没有 没有张合张聊鲁酥控手牌的 可以桃子留一下 把这个 这三张沙和一张9制衡掉 如果你不愿意拆的话 过拆也可以制衡掉 我当时压制了一下香香 就拆了一下香香 这个过拆 你是愿意拆 或者愿意制衡都可以 好像比较悲剧 这个进卡的进卡以后 你再制衡完了 还是还是没闪 瞬间这么大过排量 还是没闪 然后看一下 留鞋跳钟 那身份就是明了 基本上 这都都是反贼吧 他还给我平香香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 但是有一点 他是非常有问题的 首先 他自己是忠臣 他能看到董罗是忠臣 那他自己挂起武器来 对不对 你给我个武器 你自己过去 前这位忠臣要尽量多打输出 就是把这个武器挂起来 杀一刀香香 再把牌给我 对 对于孙权来说 一会自己再制衡再找装备 或者怎么样了 对吧 都可以吗 你自己前这位要先打出输出了 这个时候香香还没有结音的对象 对吧 你先压制住多好 然后 那他给我 我就只能出个大脸了 这个很悲剧啊 最大的一个10脸 没听过 那就没办法了 他自己是挂起武器杀的比较好啊 看一下主次吧 主次内间的话很可能不会动 我估计是 这个果然是没动啊 看一下香香吧 跳法 再看一下高顺 高顺也不出意外跳法 连董卓和我 这个董卓肯定傻 董卓是忠诚嘛 他拼董卓 怕董卓就杀 然后董卓杀成功 这个也没有问题 杀成功 嗯 不让行御卖血吗 杀成功没什么问题啊 压成功的血腱 他这个火攻我 再杀我 这都没有问题啊 九九手里还有一个闪 可以防九杀 所以就先闪了 但这一下就不用闪了 防 那个成功的九杀嘛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牌吧 这么多牌该怎么制红啊 这个万剑和陶 还有这个武器 由于我兵嘛 兵我肯定兵不到成功 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是 陶肯定要留 万剑 万剑肯定要放 然后这个 由于那个 左辞有尖雄嘛 然后武器要留 因为我要杀香香 其他的可以都制衡掉 如果说你怕没有杀 或者说可能找到铁锁什么的 可以留一样雷沙 看我当时制衡了吧 先开万键 主要是看看能不能骗出无限什么的 这个闪了 香香闪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闪过 估计还应该还有闪 很可能 当然他也可能是 就是 群育可以给他补两张牌吧 群育肯定要卖血了 然后看一下我当时的制衡 嗯 我当时留了一张雷沙 是希望找到一张铁锁 可是没有找到铁锁啊 那没有办法 嗯 我由于我由于有个乐 是想压香香雪剑 然后给香香乐住 当时那个 这个时候腾甲就可以穿了 嗯 这个时候腾甲绝对是神器 首先这个他吸了一个按键 其次的话 这个这个成功啊 成功是三刀啊 你这个腾甲是可以防成功的 然后我手里留了三个大K啊 这个三个大K在手上谁也不怕 这四个K啊 太糊了 直接那个这个肯定是 嗯 其实嗯 拼成功也行吧 其实考虑拼香香也可以啊 就是 拼香香的话 是把香香的血线压下去 因为香香被热了嘛 对吧 把香香的血 我感觉拼香香会更好一点 把香香的血线压下去 香香被热了 然后拼成功也行吧 然后耗掉成功两张盘 拼香香 嗯 主要是考虑香香被热 可以压他的血线 让他动不了多气盘了 看一下这个佐斯吧 结果那个佐斯有一个化身乱机啊 他之前吸了一个外面 他应该会放掉 这个时候就是到了你取舍的时候啊 佐斯已经亮了乱机了 不要去保留鞋了 不要用这两个无蟹去死命保留鞋了 放弃流血 放弃流血 有两个好处啊 第一 你首先你还要自己保命 你自己不要看这个状态 你把两个无蟹给流血打到自己来说 一会儿也是很危很危险的 其次你不放弃流血的话 这个你在这总给流血流血打无蟹 而且这个内奸他肯定看的不爽 他肯定要控流血 因为他射的话 他会把反贼射残了 而你老在这保留鞋 他就不会去再去搞反贼了 就就会去搞那个流血 你放弃流血绝对是有的咋的 我用送选主我不去 而且这个流血在这个位置的话 在这个位置后面还有这么多反贼 基本上很难保住啊 所以说不要强保这个流血了 我是没有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董卓的手牌 董卓能有几个淘啊 最多有一个淘 很可能董卓也是没有淘的 所以就不要放弃流血啊 所以就要放弃流血啊 这个时候我说的取舍啊 不要给流血打无蟹 流血的贡献已经做到了 两轴贡献给了孙权两颗牌 这个贡献已经做到了 对不对 你让你假如你非要死保流血 这个佐茨这一道 呃佐茨这一道一定不会砍高顺 一定砍流血 你孙权的状态好 面对这些残余反贼是一点不虚的 啊救了一下 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啊 想想看看他的乐能不能添度了 没有添度 啊高顺应该会来搞我啊 那火工我我肯定要无蟹掉啊 穿成腾甲的嘛 这个又拆我啊 我继续无蟹啊 这个腾甲我不想让他拆啊 这个腾甲是神器啊 绝对是神器啊 因为我还有个大K啊 所以不虚的 一点不虚啊 这个他九杀巡域啊 带走巡域 嗯 就总卓当中神还是很好的 关键时候的九杀非常给力了 呃这个时候 局势还比较均衡 就是我这个腾甲带 之前嗯 肯定是要穿的 然后他借武器 这个我没有杀就给他了 他去让香香摸牌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啊由于我穿腾甲 他也不愿意杀总卓 那他就直接把那眼给秒了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们想建立人头优势 其实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蛮危险的 这个时候怎么制衡啊 千万不要吃桃了啊 你磕到无血 留个腾甲留个伞 让这个啊 陈公活着 陈公和香香活着很麻烦的 这个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带走陈公 只要带走陈公 基本就赢了 高顺没什么没什么意义啊 高顺 嗯 这已经废了 这个就是陈公一定要带走啊 所以怎么办啊 大志恒啊 这桃子不要吃了 这个要取舍啊 我直接三张牌大志恒 腾甲我还要留一下 由于 之前呃 陈公名测的是香香是把连主啊 所以这个腾甲我肯定要留啊 果断找到一张决斗 带走陈公 虽然陈公是最后呃 在反内里最后出牌 但是我还是要带走陈公 不能不带走高顺 而陈公的话 董卓由于是没有距离的杀到陈公了 而陈公的话 在这个时候远远要比高顺起的作用大 哎我没有吃桃志恒那三张牌 正好是找到了一个决斗 不然的话还真找不到一张那张决斗 然后看一下香香吧 看一下香香 就看香香这一回合能不能打走了 不过已经很难了 我已经回到四血 然后手里这个一杀两闪一无限 这个状态 基本上他很难打走了 这样的话这局就是 呃赢下了比赛了 就是通过两次取舍 第一次取舍放下了留鞋 第二次啊 你不要再吃桃了 大志恒 把那个连弩拆了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秋本啊 把那个不稳定因素先拆掉 你把连弩拆了的话 他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打死我 就 就无所谓了 这个 剩下就随便打了就可以了 我回到五血神装的话就 我就一完全一点不虚了 更何况这还有个总卓 这没有总卓也没什么可虚的了 直接带走就可以了 嗯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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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